接下来请听文学四季 一个人的书房 两个人的沙发 还是全家人的客厅 无论你在哪里 周六的后五茶时光 来一场温暖的文学回旅行 教育广播电台与趋势教育基金会 邀你一起畅游文学四季 勇闯古今中外最迷人的文学小宇宙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文学四季 我是主持人黄碧端 我们很高兴 这周请到李教童教授 来跟我们谈谈 他对于文学教育等等的意见 上一周我们已经跟李教授 聊到了他怎么样开始养成阅读的习惯 还有他现在推动一些偏乡教育当中 也让偏乡的小孩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书籍 甚至于接触电影 这也是一种更容易进入 然后也了解 跟电影的背景相关的历史等等这些知识 谢谢李教授今天又回到文学四季节目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上次聊到您在偏乡教育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知道您的博佑基金会 现在推动在全国应该有四十几个学校 都设有课后辅导的工作 可以说资源的需求各方面 其实也是很庞大的 那当然 是 在这儿跟大家说 这个工作确实意义非常的重大 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一种功效 所以值得大家都来关心 教授也常常提到 因为博佑基金会 做了这些偏乡课后辅导的工作 使得你们这些小朋友 其实他们后来也有在各个领域 其实有很好的表现的 我们当初收的学生 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功课不好 最后的结果是还不错 他们不会是非常落后的学生 或者不会走到其头上去 那是几乎绝对不会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一个小孩家庭比较低收入 在学校里面 他的功课又不好 其实这个是高危险群 他只要一不小心 就会被有一些不好的人所吸收 可是如果他的功课变得好起来了 几乎这个可能性就少了非常之多 您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因为要他们读课外书 尤其您上回也说了 用小说是最容易让小孩子读进去的 小说其实有很多 他不见得写来是为了励志 可是小说里头所显示的许多人际的关系 故事发生的那个场景 其实会导引人向上 或者从当中得到很多人生的启发 我当初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我的经验就是 这个小孩子如果开始看小说了 他就 比较没时间去做别的事情 他的想法会完全不大一样 对 可是这种想法会不一样 也许不必去分析说是为什么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一定有为什么 比如说读了狄更斯 看到里头那些小孩也许做同工 那么样的辛苦 可是呢还是很努力的 想要去面对他的问题 也从当中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对于看的人一方面他是津津有味 可是也给了他一些力量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比较弱势的小孩 和非弱势的小孩 不仅仅是他的知识比较差 不仅仅是如此 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比较不大会去思考 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不会去想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我们让他多看书 多看报 让他知道很多目前国家社会 以及全世界所发生的事 为了对于很多的事情 有一种想法 就是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弱势的小孩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 他就开始对于追求知识 会比较有兴趣 过去他也许完全不知道 世界上有这种事情 就是你刚才讲的 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 现在他知道了 当然他会得有一种思考的能力 其实很少人了解 这个是一个人 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完全不会思考的人 是很可惜的 当然我也不能说 他一定就没有竞争力 过了他绝对会吃很大的亏 但是思考是需要凭借的 就是说当人类还没有语言的时候 他怎么思考呢 这个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确实很难去想象 当语言还没有的时候 是不能思考 对 思考是如何 所以他没有知识 他看的东西不够多 他也没办法思考 虽然有了语言 可是这个语言是很薄弱 但那个思考也只能薄弱 他没有办法嘛 是不是 你让一个小孩从小就没有机会认字的话 也许他天天做工天天种田 也就这样过了一生 也是过一生 会吃亏的 因为其实那些所谓成功的人 他当然是思考很厉害的一种人 他对什么事情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你要有想法 你一定要有知识 你没有知识的话 你何来想法 所以多看书是对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国家有一个问题是 整个国家对于国际的事情 他也没有兴趣 这个是我所担心的 对 我们这样讲 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但是事实上 就整个小孩子 不管是课内课外 他的接触面 或者他的阅读面 都是广一点比较好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太想要强调说 本土本土本土的时候 反而有一种局限的暗示 让这些小孩觉得 本土就是全部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说整个这过去一二十年 这样教育路发展 现在大家都忽然觉得 为什么年轻人都不关心国际 不是完全没有原因 就是说不能够再太强调说 我们只要关心自己 本土当然是重要的 你自己的事情都搞不清楚 当然是不好的 可是搞到太局限 其实任何一个人 能力是有限的 这句话应该是对吧 所以你能够吸收的知识 也是有限 你不可能 除非有特别的人 他吸收的多都不得了 大多数人就是那么多 如果眼光 或者你的所接触的事情 都是有关你自己的 比较容易得到犹豫症 假如说你这个人 除了关心自己以外 还关心到别人 这个是好的 对你来讲 心理上会的平衡的多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一点点小事 它都变成大事了 如果你接触的非常之广 很多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 是大事 可是你变成小事了 现在我们的知识 一些普通的尝试 如果只知道本土 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应该塞一点国际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 是不可能一事而独立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些大国 也许像美国 或者是说俄国 它本身就大得不得了 也许可以 内销就够了 内销就可以把那个经济撑着了 其实现在也没有 我们是没外销就糟了 其实美国现在也不可能 这个已经实在过掉了 不过台湾 当然这个问题就更严重 更加严重 对 因为台湾确实就这么小 然后我们对于 这个小孩的教育 太依赖课本 太依赖课本 然后一个小孩 他上课时间就只有那么多 你那个课所能够分配 觉得这一点无限的重要 最后就一定挤压到别的课 所以这又回到说 我们一定要讲 课外书是很重要的 当他的课内无论如何是有局限的时候 他要养成课外书的阅读习惯 那才能够弥补 他这个有限的课内的不足 但即使是在课内 也要很理性地来分配他的时数 太过于强调一点的时候 一定会使得相对的别的就被忽视 等到多少年了发现说 哎呀我们怎么年轻人没国际观 几乎也是一个蛮必然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国际观 在我的感觉是 中老年人也没有 整个国家是没有国际观的 不是我们的年轻人 最后我们吃很大的亏 很多公司现在要外销 有个叫业务员 推销员了 他要把这些东西要推销到外国去 他如果到了外国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比较了解对方的文化历史宗教等等 绝对对他比较好 至少比较有话可聊 有话可聊 好得多 有话可聊 对 形象也比较不一样一点 对 我曾经和一些外国的电子公司的人聊天 这种人呢 他们叫做负责大account 就是说他不是单独的跟你讲 他是说整个的这个国家 由他负责如何退销 那当然了他就跟我聊天 我就发现他很懂林语堂 搞得我久不堪言 因为我反而不懂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这个当然因为很多 忽然发现自己的工作 需要跟华人接触 跟中国人接触 或中国地区接触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去找的书 大概是林语堂的书 记得尼克森总统 布希总统 他们都说他们认识 中国是从林语堂的书开始的 那这个话出来 我相信对于很多其他 忽然在业务上头 需要跟中国来往的人 也都变成一个启示 觉得说我也要赶快去 但林语堂也正好是 用他的最读得下去的 这种表现的方式 把中国新的旧的都介绍出来 所以这是蛮自然的 但是恐怕对于现在很多 不读林语堂的人来说 也是一个启发吧 可是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 国际观是不够的 我们对于外语的能力 也还是应该要加强 这个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受到了某一种的限制 英国就有一个经济部长 特别讲英国人 是不太会的外国语的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传统 是不管这一套的 他说这个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 受很大的损失 他说如果我们的国家的人 外语的能力尊强 我们的经济会更加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家 对于这种想法还是不够 英语或者是外国语 当然也是重要 可是除此以外 对于外国的文化 其实是重要的 比方说宗教的问题 我举个例来说 我们国家对宗教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这个当然是个好事了 所以使得我们没有 宗教上的冲突 可是如果你完全不太懂的话 其实是吃很大亏的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 比方说伊斯兰教 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这是怎么回事 牵动现在大的这种国际 最大的问题 还有美国的所谓基督教 基本教义派 以及天主教 最近有关于所谓 gay marriage 各种的问题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当然是没有多大的关系 可是对外国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说是你要去在哪一边 我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要知道这种事情 是你应该知道的 对 不过大概一个中文世界的人 相对来讲 比较不会去关心宗教所引发的冲突 因为我们的历史上 宗教不太引发冲突的 算是一个正面的事吧 好的 对 在中国历史上 别的种族 别的文化里头 这些非常惨烈的宗教斗争 或迫害 对 我们确实 国教是不是有过一些问题 有过但是规模都不大 没想外国 而且一下就过掉了 然后我们对外国人 有一阵子 对外国传教是有一点 可是那个与宗教没有多大关系 对 那个是国势弱 就出气 最大的迫害可能还是在文革的时候 最全面 对 最全面还是文革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整个来说 在台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一度是进了亚旦教 就是了 一贯道 对 但是也不算迫害 迫害了一个西奈山 很小的一个件事情 对 去一个局地 西奈山的 在这儿要告一段落 休息一下 我们一会儿还跟李老师再回来对谈 谢谢 我们下期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听众我们回到文学四季 我们刚刚跟李佳彤老师聊得很开心 佳彤老师真是一个兴趣非常广泛的人 我留意到您有一些经常性在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虽然不见得是针对文学 可是在知识面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比如说您把一些国际问题写成短文 还有就是您针对台湾有一些产业界 或者是工业界一些做得很好的事情 写成为台湾加油打气的一些文章 那这个我相信都有一点点使命感 有些是希望说提醒大家 对于国际情势国际知识的重要 做一点补充 再有就是可能也觉得现在整个社会 士气有一点低迷 所以需要打气 我想有一点有趣的是 这些在工业上的进步 也不是我做的是别人做 可是那些工程师 你叫他写出来 没人懂的 我可以跟你打赌 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 你叫那些工程师去写 对 就是他写不出 大家一窍不通 不知其所云 跟这个文学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是这样讲 就是你把一个东西做出来 你究竟关键是什么东西 好多工程师是假不清楚的 讲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关键 一听就晓得 所以你回头可能会觉得 他当初的文字的表达 就是说他抓不到重点 常常那个人讲 我回去再好好想想看 下一次来 也其实讲得不怎么太清楚 可是我去问 一问问问问 好就抓到了重点了 你刚才讲一个 文字表达的能力 是应该训练的 不仅仅是 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因为整个国家来讲 我们在工业上有进步 是不是应该让大家知道 可是我想 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呢 就是那些工程师啊 他是讲不清楚的 他就闷着头做 他闷着头做 他都讲不清楚 那我的能力 其实就是我会把它讲得很好玩 而且好像绝大多数的人至少看懂一半以上 那这个也就不错了 至少晓得有这么回事 大概是什么原因他可以做得很好 他的好在哪里也知道了 那些工程师啊 讲出来平淡无味 最重要的就是讲不清楚 所以我认为阅读以后啊 还是要训练学生写作 阅读跟写作两个东西是要并进的 这个写作呢 怎么叫做好了 就是说他写到后来 别人能够很容易的知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不容易 尤其工程师 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有一点 比方说你们电视台 有没有请工程师来接受访问的 很少 我可以跟你讲 少得不得了 因为他们比较不能讲吗 还是因为他们 我问过很多人 为什么找我 为什么不请那个原来的工程师 我们找过的 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 表达的能力是一个问题 对 不表达 就是说他一定要储存 足够的表达语言元素 在他的脑子里 要讲的时候才出得来吗 你如果是个小说家 你写小说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读者 怎么怎么想 你就怎么写 对不对 可不可以这样讲 你没有一个小说家 比方说我写的就是 我不管这个读者怎么想 我相信有小说家 是不管读者的 所以他写出来 对很难懂的 比方说什么 Uly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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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少数了 我想最好的就是那种 所谓侦探小说家 他那个写的 后来大家都喜欢看 像推理啊 侦探啊 或科幻 对对对 我相信这些是一定要让人家能够跟着他的故事走的 所以我就这个意思 一个人呢 多看以后 他就会写 写的时候他会想到有一个读者 他到底会怎么想 工程师没有这种训练 对 但是工程师是很需要的 所以我也常常觉得 现在美国这一点没有以前做的好 我从前做学生的时候 我很喜欢读美国的说明书 就是买一个东西来 现在好难懂 对 即使是很小的东西 他都附了很详细的说明 有时候一本 我就很喜欢看那种说明书 我就觉得美国人的说明书写得很好 因为他就是有重点 然后文字清楚 就是一定要你看了以后 你就会操作这个机器 那别的地方包括日本的 这点都是不行的 那个说明书都乱写 对 那时候我就问人家 我问一个美国人说 为什么他自己当不觉得 他后来会给我一个回答 那是他就去问的 他说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 很多工厂里的人都当兵去了 那当兵的时候 这时候就这些老弱妇孺啊 这些什么都要进工厂去 所以你一定要把所有这些menu啊什么 都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伸手来了 看也马上能懂 所以又养成了这样子的一种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了 但是也跟那个语言本身 它的一个训练 或它的要求 英文本来就是一定被要求 比中文要清楚 光是规则 它就蕴含着这个要求在 所以中文它有够清楚的美 但是它同时 在实用性上真的就是不清楚 根据我的经验呢 它不是这个文字细数 就是说中文的观点 它没有抓到 是 我们跟李教授 有一点意犹未尽 但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今天文学四季 到这里跟你老师的对谈 先告一段落 江桐老师正好提到林语堂 很多国际人士要认识中国 去找书的时候 大概都会先找林语堂的书 那也许下面半小时 我们就来谈谈林语堂吧 待会儿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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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